但是屏東這間餐廳它逆向操作 從原本主打泰國蝦吃到飽 再打鮪魚劑 黑鮪魚生魚片 吃不用怕 沖一波業績 另外也有火鍋業者跟建設公司合作 住戶點餐 免費外送 現炒泰國蝦香噴噴 倒入檸檬汁變成檸檬蝦 現場掏客大排長龍 而這間餐廳主打泰國蝦吃到飽 但受到疫情影響 為了沖一波生意 黑鮪魚生魚片大放鬆 整塊鮮紅色的黑鮪魚赤身 老闆現切讓客人吃不怕 鮮甜口感讓客人超滿足 能吃多少算多少 今天講說要吃多少份量才發算 吃10盤以上的 黑鮪魚生魚片吃到飽 當然是季節限定 老闆說不怕虧錢 讓大家卯起來吃 疫情要嚴重 重點也說飯 好像都是魚臉 就像小瓜魚在一起 另外一家火鍋業者 鼓勵客人外帶 推出優惠打九折 甚至還和建設公司合作 住戶點餐直接外送 與我們的建設公司有合作 就是我們可以在線上點餐 也有老字號火鍋店 不堪虧損 客人不上門 乾脆拉下鐵門 自動放假 兩個月疫情衝擊 才引業者各自出招 希望撐過這一波疫情低潮 記得張秋華評論報導